啊 我們終於那個早餐之餘開始了 現在要來吃 太和豆漿 這家在阪橋算是非常有名的早餐店 因為它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選項 就是那個無敵海景 什麼 饅頭 加花生薑 它這邊還有寫平日限定5顆 假日一人限定3顆而已 它現在的這個是75元 好像有一點漲價 漲價5塊錢 它有各種燒餅跟蛋餅 來囉 哇 真的超豐盛的耶 是不是跟我的頭一樣大 很大一份耶 哇 這樣一個人吃 這是一餐耶 一餐的份量啊 有油條 有蛋 有火腿 一層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層也是 只是它還有再加花生醬 它就是一個花卷 哇 很豐盛耶 我們兩個點一個可能就飽了吧 它好像還有那個肉排 哇 好豐盛好豐盛 對 然後它是蔥蛋喔 它這樣子一份是75元 也不便宜 可是就蠻豐盛的 這個有條超脆的 這個對於有選擇障礙的人很適合 因為它什麼都幫你包好了 還會叫無敵它一格 肉好嫩喔 肉下面就是花生醬 而且它花生醬是有顆粒的喔 你知道花生醬還蠻特別的耶 沒有吃過那個饅頭有加花生醬 太豐盛了 太豐盛了 還有豬盛 豬盛 豬盛 然後也有配合 花卷 花卷好吃耶 對 好吃啊 對 好吃 剛剛也想講 我覺得花卷好吃 它饅頭吃起來是不會有那種什麼 很厚實 很厚重 然後那種麵粉感很重 或是讓你覺得好像很乾 都沒有 對 還不錯耶 對啊 我覺得還不錯 對啊 我以為你覺得是削的 沒有好飽 這麵吃起來不會怎麼樣 不會很好吃 因為它不錯啊 對啊 很不錯啊 有推耶 我覺得很不錯耶 哇 新南大主廚 然後 還有食尚玩家 哇 還有連香港的TVB也有耶 好厲害喔 嗨 OK 來到我們的第二家了 就是這個板橋祖穿dangabigo 它就是比較傳統的除了migo之外 還有一些雞絲麵啊 湯啊那一類的 它是從早上就有了 算是早餐欸 哇 這算是板橋人的早餐欸dangabigo 它很特別是它還有加一顆蛋 而且是那種半熟蛋 哇~~ 看起來好棒喔 任何東西加了一顆蛋 就是先加20分 這次加了蛋液的dangabigo 我自己個人還沒吃過 算是初體驗喔 好吃吧 任何東西加了蛋都好吃 它本來很好吃欸 軟綿形的 然後它的調味也不會很重 它醬是有點甜口的醬 甜多於鹹 它是最上面有一層的那個肉燥 應該是底部的肉燥 是好吃的欸 有很多那種在地人來吃的 OK 我們這一站來到了油庫口蚵仔麵線 很多人呢都會點一個combo 就是一個蚵仔麵線加一個香腸這樣一個combo 不過呢 我們現在就是點一個料多口味的 你好 我要一個料多口味內用 料多口味內用 料多口味內用 不用 來囉 它這邊是自助取餐的 點完之後呢 就是自己來拿 我們是點料多的 所以它這樣子一碗是60元 看有沒有可以加一點醋 它的糖體是比較甜口的那種欸 它也算新鮮蠻大顆的喔 大腸吃起來也算是那種乾淨的 裡面有處理的蠻好的 然後它有一點柴魚的甜味 也看得出有柴魚本人這樣子 我覺得加醋有加分 是好吃的阿米菜欸 難怪很有名 這是早餐之夜 我們來到了 Lazy Peak 懶豬 懶豬的店 我們點了兩份吐司 它有名的應該是熱壓吐司 我們點了一個是 泰式的 打包豬 打包豬 對 打包豬 然後還有這個是 雙起絲 玉米 吐司 對 它有一點喜絲鋪鋪的感覺耶 哇 打的它裡面那一裝 這家在 這家在板橋也算是 有名氣的店喔 但網上還蠻多人有推薦的 對 其實是它的熱壓吐司 啊 雙起司 玉米 很香 玉米 你可以吃到好像冰日式的耶 但喜絲也是 甜甜新鮮的 玉米這種不貴 玉米是 濕的那種玉米 會流香的玉米 會流香的玉米 這裡面也是有放起司的 打包豬 其實也是有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一份 有點貴喔 因為這樣打包豬 我算是 很重心 玉米的是 85 是不錯吃的啦 只是CP值有點低 我覺得 只是吐司而已喔 我還沒有什麼其他的 像沙拉 或是 可以飄渺 然後它也是正常的 一般白吐司 如果是用實力 是 就這樣 是 有一點 是 有一點 有一點 是 是 有一點 是 有一點 是 有一點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